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现在有很多成女 你二十多岁 就是担不担心没有成女 美女 如果生意越做越大 又有钱又有能力 是否担心找一个伴侣 妈妈会不会担心这件事 问妈妈 我没有什么特别担心 我觉得应该是她自己的缘分 也要她喜欢的 也要遇到一个对的 但我也有一些压力给她 我经常说 你差不多了 要密释一个 是拍拖就要结婚了 我选了这么说 我不知道这个是否压力 我觉得她是开玩笑的 她不是真实的 尤其是她对男生 她是很挑剔的 她说这个不行 因为妈妈见过很多 她说得很公开 其实她不是 她会不会帮你 寫过一些 隔过你身的男生 她不会特地帮我选择 她不会很 你快点认识她 不会那些 但是如果我认识到一些 她会说这个不行 某些原因 可能她迟到已经不行了 或者她说话不尊重人 都是正常的 或者不够疼他们 你们不够好 你知道妈妈永远觉得 人们对自己的子女不够好 一起工作 有没有吵架 就是家人自己是 永远有些家族生意 勾心斗角 唐心峰 不一定是 即是两母女 甚至可能妹妹 现在回到香港 也有可能 妹妹打了工 她在外面做 对 即是在相处上 你两母女 常常吵架 我想那些是 有很大的公司 然后很多不同的 不是 我们吵架是为小事 不是为公司 例如 不要刺到 或者我大声一点 她说你这么兇啊 这么大声啊 就是这些 我又觉得 你在公司不尊重我 我是老板 她觉得 你怎么这么兇啊 我们的冲突 我也有研究过 是我们 是老板和妈妈的角色 是有冲突 即是如果你正常去做一份工 老板可能 严厉一点 你不敢出声 你会去骂他 骂你即使不能做 妈妈你拍桌骂老板 但是你 温柔了 有时我跟他说 他可能当我妈妈 其实我有时跟他说 我在公司不要叫我妈妈 因为我看到我的朋友 子女在公司都会叫他们 什么先生 什么小姐 或者甚至乎老板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 你叫妈妈 爹地好像不像人来上班 但是他很多时候冲进来 说我妈妈 我也提过 但是有时有些事情 他不太记得 有时有时混淆了 我们的角色 到最后一点问题 其实你觉得你 遗传了妈妈的什么优点 和缺点 我想我性格上 这样的话 就比较急的 性格 我也是 妈妈之后 虽然 妈妈就说 有时追求我的东西 我就可能会 我没有妈妈 那么容易 因为很明显 她很完美主义 做事很聪明 我还没去到这样 但我也是一个很急的人 我想要的东西 我会立刻问 立刻追 做什么 有什么相似 你觉得呢 你有什么相似 我觉得她说话 应对 都很快 刚才你说 我们的声音 对 很多人都说我们很相似 应对 或者是 其实她也聪明 都很快 加上她来说 应该她像我当时的妹妹 是 我觉得 我从小到大都觉得她 挺聪明的 反应很快的 不过她就跟我们不同 就是我们真的有 我们的年代 家里不是有钱 公共屋村长大 而她就真是 很幸运地 一个很好的家庭 环境长大 要什么有什么 就不用捱 又不用担心 像什么都没有 她是会幸运很多 但你问她 我都觉得她像我 有一个就是 她未曾有那么多 我是天生 开朗一点 乐观一点 什么都说 她的性格就会比较 不喜欢说任何不好的东西 我可以这么说 包括别人的是非 她不想说 别人不好的东西 甚至有时候 我们会说少许是非 妈妈不可以说朋友 一些不合适的 不可以说的 她会很正义的 她会很正义的 她是不喜欢 但其实她不明白 有时候我们会说 有一个法事 为什么我们女士 尤其是我 一定不会有什么病 因为我什么都喜欢 法事 都说出来 但当然我们会选择 你不可以对着 有些人 你不可以太直去说 我们也会认识 因为我们也做了这么久的人 这种性格方面 她是比较含蓄一点 我会比较开朗 她会含蓄一点 而且她是比较喜欢 一些东西 收起来多一点 她和她妹妹有些不同 妹妹反而一样都会跟我谈 她就会自己 她有些像男性性 有些像男孩是不喜欢 跟人说话的 就是收起来多一点 她比较去那些 多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